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传统产业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将带你走进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产业的交汇点 首先 让我们关注中国的太空探索 中国长河6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这标志着中国与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竞争进入新阶段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国防信息化的最新进展 习近平主席强调创建信息力量 旨在提升中国军队的网络中心作战能力 最后 我们将探讨中美关系的最新动态 近期 习近平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会晤 显示出两国关系的紧张与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与变动的国际舞台上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格外引人注目 从太空探索的竞赛到信息站的布局 再到高层会谈的微妙变化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两国在科技 军事和外交领域的角力 也反映了全球权力结构的演变 Nike Asia报道 中国已经发射了嫦娥6号探测器前往月球的远侧 这是中国计划在2030年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的一部分 该任务的实施正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推进其阿尔特密斯计划 目标是在2026年底之前首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南极 中国和俄罗斯计划在南极建立一个联合基地 探索该地区的资源 包括水冰 这场太空竞赛不仅是技术与勇气的较量 更是对未来资源控制权的角逐 在信息战的领域 中国的动作同样引人瞩目 根据Nike Asia的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已经将其战略支援部队SSF 重组为三个独立的部队 航天部队 网络空间部队 和新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队ISF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ISF将在塑造PLA网络中心作战 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这一时代信息相关安全 对现代作战能力至关重要 这一重组表明 SSF在整合和共享资源方面 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促使决策层决定将其分为三个构成部分 然而 当这些宏大的战略和科技进展正在进行时 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似乎正经历着微妙的变化 Mickey Asia对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的会晤进行了分析 与他们之前的会面相比 这次会谈的氛围更加紧张 虽然在会谈中 双方代表团仍然面对面地坐在会议桌旁 背景是武夷山的画像 一个著名的乌龙茶产区 但会场的花卉装饰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之前会面时的红色莲花象征和谐 变成了没有花朵的变叶木 象征变化和不确定性 此外 习近平的表情显得不悦 没有微笑或与布林肯进行眼神交流 这些细节的变化可能暗示着 中美之间的信任正在减少 这些会晤发生在两国因人权 台湾问题以及新冠疫情起源等问题上 紧张关系加剧的背景下 从月球背面地探索到信息站的新布局 再到高层会谈中的细节变化 这些事件描绘了一幅 中美在全球舞台上绝力的生动画面 随着两国在多个领域的竞争加剧 未来的国际格局将如何变化 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然而 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 也许正是当今世界最真实的写照 在中国南部 一起道路崩塌事件震惊了整个国家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广东省一段高速公路的倒塌 已经导致48人死亡 另有30人受伤 这场灾难是由持续的大雨触发的 导致车辆滑落坡下 由于大雨引发的泥石流 救援工作受到了严重阻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呼吁 要竭尽全力救援生命 消除危险 尤其是在雨季持续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 在南中国海的另一端 紧张局势正在升级 日经亚洲报告称 在周二 北京对马尼拉的一次人道主义任务 进行了干扰 中国海警船只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 导致设备损坏 并引发了两次碰撞 中国的海上力量 位于距离斯卡伯勒礁35海里的地方 这是在马尼拉的专属经济区内 尽管受到骚扰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渔业水产资源局的船只 仍然继续他们的任务 在经济领域 中国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容小觑 日经亚洲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警告称 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是持续给中国乃至整个亚洲 带来压力的一大风险 尽管IMF将中国今年的GDP增长预期上调至4.6% 但他同时警告说 亚洲最大经济体面临着多重挑战 包括房地产领域的长期调整和工业产能过剩 IMF还警告称 中国和泰国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 他建议亚洲各中央银行应继续关注国内价格稳定 避免在政策决策上过分依赖于对美联储利率举措的预期 最后 IMF将泰国今年的GDP增长预测 从3.2%下调至2.7% 这三个事件 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多重挑战 无论是自然灾害的直接打击 还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 亦或是经济领域内部的问题 都对中国及其在全球的定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不仅关系到国内的稳定与发展 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格局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经济动态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近期 一系列报道揭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从外资企业的撤离 企业利润的下滑 到银行业的压力 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担忧的经济图景 Telegraph报道称 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的现象 正在从Trickle 细流变成Flab 洪流 以壳牌公司最近关闭 其在中国的一个小型发电单位位立 这一趋势愈发明显 导致外资企业离开的原因 包括地缘政治紧张 人权问题和知识产权盗窃等 这一现象的扩大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可能再次当选 并对中国加指更多关税的背景下 令中国经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Nike Acer的报道 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图景 指出中国上市公司首次在五年内 遭遇利润下滑 2023年 受房地产行业低迷的影响 蔓延至其他行业 中国境内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综合净利润 为2.85万亿元人民币 3940亿美元 较上一年下降了3% 进入2023年第一季度 这一下降趋势仍在持续 中国经济面临通缩压力 各行业的收益恢复缓慢 房地产行业的低迷 对钢铁 有色金属 石油 化工和机械等行业造成了影响 这些行业的净利润也随之下降 银行业也未能幸免于这一波经济挑战 Nike Acer另一篇报道指出 近70%的中国上市银行的利息收益率 已经跌破了行业警戒线1.8% 这一收益率的缩小 是由于贷款利率降低和资金成本上升 以及对小型和中型银行日益增长的信用不确定性所致 收益率的缩小 不仅使得银行难以处置坏账 也让中央银行对降低贷款基础利率持谨慎态度 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银行对资产质量的评估过于宽松 真实的不良贷款比率可能高达10% 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贷款而言 这一比率甚至可能达到40%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 从外资企业的撤离 企业利润的下降 到银行业的压力 这些问题不仅对中国经济构成了直接的影响 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对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而言 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当今的中国 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政府的监管策略 正在发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变化 从奢侈品市场的转型 网络空间的严格监管 到快餐业的适应性发展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的引进 也揭示了中国消费者和企业 面临的新挑战和机遇 根据Nike AZA的报道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正逐渐转向二手市场 这一趋势反映出人们对显示性消费态度的变化 尤其是在面临不确定就业市场的Z世代消费者中 尤为明显 预计到2025年 中国二手商品市场的规模将达到3万亿元 约4,140亿美元 是2022年预测水平的两倍 尽管LVMH和Peering等奢侈品牌 在中国的销售总体上呈现疲软 但专家们认为 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的二手奢侈品市场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与此同时 Nike AZA还报道了中国对网络空间监管的加强 随着国家密码法的修订 像腾讯、微博和抖音这样的互联网公司 被要求删除泄漏的信息并配合政府调查 这项法律旨在保护国家秘密 防止其在网络上的传播 并将互联网信息纳入必须遵守保密要求的传播渠道之中 互联网运营商需要密切监控用户内容 并删除任何怀疑泄漏国家秘密的信息 在快餐行业方面 Nike AZA的另一篇报道指出 尽管消费者变得越来越节俭 但百胜中国 Yong China仍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开设5000家新店 百胜中国是肯德基和毕胜克在中国的运营商 CEO Joey Watt表示 公司正专注于开设更小成本更低的店铺 以适应消费者趋向理性消费的趋势 第一季度开设的新店中 约有三分之二采用了小型店铺格式 一家小型肯德基的成本约为50万元人民币约7万美元 相比之下 一家标准店铺的成本则在120万至150万元人民币之间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市场图景 无论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政府的监管政策 还是企业的经营策略 都在不断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这些变化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动态具有重要意义 也为全球企业提供了洞察中国市场的新视角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 世界各国的外交与安全合作成为了保障地区稳定的重要手段 根据Nike Asia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近日表示 日本、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将有助于遏制 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张主义 这番言论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白宫主持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 小的会晤之后发表的 吴钊燮认为 这种安全合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 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他还表示 台湾即将上任的总统赖清德将继续捍卫台湾的主权 并在面对中国威胁时加强其防御能力 另一方面 在中国国内 房地产市场的困境仍在持续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报告了2023年的业绩 情况参差不齐 反映出该国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 保利地产集团报告表示 其利润同比增长了77% 而龙湖集团控股的利润下降了50% 碧桂园集团则将其亏损缩小了31% 尽管政府出台了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 但购房者的信心仍然薄弱 开发商对于2024年可能的复苏持谨慎态度 这两则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前国际与国内的挑战 一方面 台湾通过加强与日本 菲律宾以及美国的安全合作 努力为自己在面对中国压力时 构建一道防线 以维护其主权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另一方面 中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 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政府和开发商都在寻求解决方案 以恢复市场信心并推动经济复苏 这些动态 反映了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也凸显了各国在追求发展与稳定时 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